到了澳門的海關 各位 過了這個澳門的海關 前面一出去 左邊就有一個公巴總站 很多隻車都有 今天我們打算坐102X 車到了 我們就上去 這輛102X 因為我們 用澳門通 所以全程是4元 全程都是 上了車 現在年初九 沒什麼人 車都很空 來到這裏 澳門的馬路 人都不是很多 因為 過了這個高峰期 今天就平靜很多 一路去到前面 左手邊 就是有一個叫做 外港碼頭 就是這裏 飛翼船就是這裏上船 但是我們就要再下去 一個站 前面就是 海立坊 我們就在 友宜馬路 這間叫做 雅臣酒店 又有泳池 都OK 中型的酒店 以前叫做 金泥華 我們今天就是住這間酒店 現在剛剛來到 開始 check in 今天就來到這裏 雅臣酒店 為何今天來呢 因為有個好朋友 他說今天那個 房租便宜 前兩天都三千元 今天就六百多 所以他說請我過來住一晚 那我好多謝他 那我現在呢 就入房了 現在入房了 現在入房了 六百多元 六百多元 是吧 外面呢 對著 這裏是 阿刀娛樂場 對面 是 大馬路 都不錯 這風景 就是這間 我們今天就在這裏住一晚 OK 今天是年初 九 好 那麼呢 人就不多 過關都很少人 整個話 好 各位 這裏呢 就是澳門的哄仔 那麼呢 這裏後面的背景 這裏是叫賊船 是澳門 皇宮 那麼呢 我們來到這裏呢 很久沒有來過這裏 我都是第一次來上蒲驚 這裏是這裏 這個建築就是上蒲驚 那麼呢 它建得好像歐綠色 那樣的 那個大 那個建築 這個 上蒲驚就是這裏了 前面的廣場 今天都沒有什麼人 哄仔 因為呢 哄仔的地方比較空曠很多 不同 市區那邊 市區那邊呢 始終都是小一點 但是氣氛好 這裡是其中一個 上蒲驚的 入口 好啊 那我們 就拍一拍吧 因為有幾個入口的 剛剛來到這個入口 正面的 我們拍給大家看看 進來了 這裏呢 就是 娛樂城的 其中一個入口 那麼呢 就是 進來這個 賭場裏面 那麼呢 這裏呢 就是外面的 大堂 大堂有條金龍 這條金龍 鎮壓著 今年是龍年 祝大家 龍馬精神 那麼呢 就 這一個 上蒲驚呢 後面這裏就是薄彩區了 進去就很近的 就是賭場 上到來 上面有個大花園 很漂亮的 這個叫做空中花園 那我們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這個空中花園呢 地方都很寬大的 那麼呢 所以你不覺得去擠壁 還有呢 那些花草呢 做得很漂亮 有人專程打理的 看一看 以為來了歐洲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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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些花呢 寫得很漂亮的 還有這裏呢 很多地方可以打卡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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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澳門的人都是自在賭錢 或者是洗澡、打骨 而且超市的人就需要先進去賣東西 所以超市的生意都不是特別好 超市裡面都有地方喝東西的 可以叫杯咖啡 坐在那裡喝東西都可以 那年那些桿子挺漂亮 有大棵 這裡有幾層的 一層一層都是賣東西的 下面拍下來給大家看看 下面的Lobby就是入口 剛才拍了 這裡有兩層的 都是好像那些購物櫃那樣的 那大家呢 這裡是新伯伯盤 有些健康飲品賣 那 還有一些日常用品 如果需要都可以來這裡賣一下 這裡呢 等於一個超市 各樣都有些 那如果有些人住的時間 一個星期 那都需要買一些日常用品 走到超市那裡賣 就是了 那地方的確是很大的 那我們呢 今天 見的情況就不是十分多人 如果這樣的生意呢 想賺錢都很難 賭場是節在那些人賭錢的 離開了 蓋子出來市區這邊的賭場 又不同了 那這裡呢 就是屬於在星際 娛樂城 還有這個永里 那這裡是星際 對面這裡是永里 永里做了很多 有批評 又送飲品 又有表演 那個大堂呢 有些水池 有些定時定球 有些表演 引到很多 內地人來這裡看 還有一些 免費飲品 食品 還有50元那些 Q旁送 那麼 引了很多內地的那些 遊客 現在呢 已經假期尾聲了 那些遊客都 叫做少了一些的了 但是仍然呢 集中了在市區這邊 比較多一些 哄仔那邊呢 就 疏落很多的 都有人來人往的 請各位訂閱 點讚和給個like 多謝了 拜拜 喔 有… 不要… 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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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 … 感谢观看